那故事不只是我的故事 也是你們的故事 是不是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和弦在寫這些歌的時候 一定花了很多的心理 你看他的頭髮都已經這樣 可見你在思考的過程裡頭 一定用了很多的腦袋 抱思想爆炸 所以就變成這個造型 想不到還蠻時尚的 可愛 還有你剛說的 這是你人生當中所謂第一場的簽唱會 特別辦在台中 為什麼你這麼愛人 因為我是男的婚禮人 然後我會希望我第一場簽唱會 其實在中部 等於要回饋自己的家鄉就是了 這是可取的孩子 因為這樣我媽媽跟我哥哥 我家人他們常常來 所以媽媽跟哥哥家人都有來了嗎 對啊 有來了是不是 在台下哪裡哪裡 偷看一下 在那裡 想認識獻獻的朋友 等下要先去跟媽媽打個招呼 媽媽有喜歡才有機會 好不好 是這樣子嗎 對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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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熬出來了 阿姆 你這麼孝順 所以你小時候是不是 小時候是不是一個非常乖小聽話的孩子 不是耶 相反 我小時候超攀命 然後書讀得超不好的 真的 所以你小時候是很浩洞 對啊 剛剛聽你唱這個I love you的時候看得出來耶 我是過洞的 喔 OK 老師都很討厭我 現場老師 沒有 可是 老師討厭他 但你們愛不愛他 愛 對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一個同一國的 只要被老師討厭的我們都愛 好不好 好 好 那其實這張專輯裡頭 你剛剛也說到喔 好 裡頭每一首歌曲都是你的創作 是 而且呢你也把第一場新唱會留給這個 台中 那但是專輯裡頭 你最喜歡的歌曲是 雖然很芭樂這首歌嗎 不然為什麼你用它來做專輯的名稱呢 因為我覺得 可能我之前玩樂團的時候啊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們會覺得 就是歌詞沒有唱到我愛你你愛我 就是所謂的芭樂歌 嗯 但其實我 我有點不再這麼認為 嗯 我覺得芭樂歌要選擇有質感 然後有思想 然後有內行 就是 是很難的事情 是 老師好 老師講得好有道理 不是啦 不一定不一定 就是唱到我愛你 我愛你也可以用很 很自己獨特的方式去表達 雖然很芭樂 但是還是要吃它 對 雖然很芭樂 但是呢不吃它 芭樂子可不可以吃 可以啊我小時候都會吃 吃芭樂子會怎樣 便便會贏 不是啦 吃芭樂子會很營養很健康 你以為我在說什麼 就肚子會長芭樂 喔 好啦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 只聽了一首歌而已 等一下呢 等一下我要把你交給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 然後讓你有機會跟他們單獨相處 好不好 好 所以我等一下整個舞台都留給你喔 好 我等一下不會再上來了喔 好 要衝到他們高興 然後要放你走為止 好 那如果他們有海安靠 我也不會上來喔 好 而如果衝到12點 也不是我的責任喔 好 好 那我們再把時間 交給我們的謝和弦 謝謝 謝謝